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今天我们来讲多点定位理论 多点定位是指在众多实验当中确定具体哪一件 如佣神是财,走财运,有得妻子相助与父亲相对的区别 怎么定呢?比如女命官运为继,是婚姻不好还是身体不好呢? 怎么定位?像这样多个选项是需要多点定位,确定具体的定位点 如果大家有预测过的经验 走一个时辰,该如何定位到底是什么事呢?有时候挺难的 这就需要我们用很多点定位一个具体的事情 就跟这两个直线一样,它相交有这样一个点和具体的事情就可以定位 多点定位就是来实现这样一个目的 多点定位是用意理结合常理来算 意理方面用干支 公卫 食神等标准来区分 场景方面要结合他自身的情况才行 如财 für用 合入婚姻宫 财来合到婚姻宫,必使婚姻之喜 财运望不望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 财是不是也代表铁 也代表婚姻 如果是合到婚姻宫 这只是婚姻宫 如果婚姻宫和财这两方面 定义点是不是就是婚姻 财心受行 粘住被形成 通常是父亲为财 粘住为父亲 财心为父亲 这两点是不是就可以定义父亲 但是我们还要接合具体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人父亲已经去世了 那么自己的财运或者妻子的不好 因为他那个去世 就伤不了咬他了 然后再根据定义点的重合性 来具体区分 不过有的时候 也会多种事情同时发生 比如妻子附近都有在 妻子破好又破财等 这些再看具体的情况来做 我们看这个八个 这个八 这个日元旺 rất难断 我们一步一步分析 日元旺 我们就不断了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欧书 出过吗 这是旺 可以望上去看 羚虚大羽 薪卯流年 这个大羽 薪卯流年 移年 虚土其煞为工作 成也为工作 虚和成相忠 须和尘都是工作 卯木上官克杀 11年卯木克杀 也克他 主修 但是到底是工作不好呢 还是婚姻是不是不好 卯须相克 但是卯须合伙是以 须为运之主外界的事情 就是工作 须在外面就叫做工作 所以工作顺利 卯木克日之尘 主其杀 不信 一直为低运婚姻工 其下为老公 婚姻为老公 对 所以说婚姻不好 那身体如果呢 成为一只 为八祖的地只 为内部 也代表身体不好